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来吃的是大包子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虽然卖相丑了点 已经破皮了 不过上次我做过一次 然后挺好吃 这边还有两袋西树的迷你雪泡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我是最近才发现原来西树泡芙 他们网上有旗舰店 以前我都去他们店里买那种大泡芙吃 哇好香 他这一盒是有八个 我先拿几个把它放在冰箱里冻一冻 我看还有人说 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 也特别好吃 等一下来试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吃包子吧 这边我还准备了那个辣椒油和醋 我直接用手拿了 哇这个破皮了 好大一个 这辣椒油好香啊 太好了 一般吃了 太好了 就说了 很快 可以吃了 我感觉到 太好了 这次的皮被我包的有点厚了 上次包的比较好 它这个辣椒油里面还有花生碎 好香 太好吃 我里面包的料还挺多的 有那个圆白菜胡萝卜 肉末 鸡蛋 还有香菇什么的 也就是这个 嫩喔 或者你吃到饭上眼睛 但是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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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乎 很美味 这个我在外面放挺久了 它已经完全解冻了 但是里面那个卡仕达酱还是凉凉的 好好吃 这是抹茶的 里面的馅还挺多的 这抹茶的好好吃 甜度很低是偏苦的那种 我好喜欢这种 这颗里面还没有完全化 有点沙沙的 好好吃 我好喜欢这个抹茶的 它这外面的皮是偏软的那种 感觉那个蛋香味和奶香味特别浓 刚一打开就特别香 我里面的卡仕达酱还特别凉 好好吃 我相比一张那种奶油馅的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种 卡仕达酱咸的泡沫 这还挺好吃的 它这个香草味的感觉香草味也很浓 嗯 里面还有一些黑的小小小点点 应该是香草子吧 吃过那个香草再吃抹茶了 它是有点苦的 哇不过味道真的好正 一咬那个馅就爆出来了 再咬一个 嗯 顶上的皮太厚了 呜 はい 我感觉大 noble 嗯 이즈 看出来 真的是 可以一直来先试着 宴您的 还藏着 我怎么人会怎么办 又编像 没给 可以 我再去加点调料 我再加点调料 那个馅我是加了香油的 所以吃下来更香了 就是这次的皮 做的太厚了 吃下来更香 这两个是我因为没有那个空气炸锅 我就直接在平底锅上面煎了一下 还有两个已经冻住的 来吃一下这个吧 好吃 它煎过以后外面的那个皮就变成酥酥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馅还没有化掉 就凉凉的像冰淇淋的口感 感觉就像在吃那种油炸冰淇淋 外面是脆脆的 里面是凉凉的 哇这口感太神奇了 外面特别酥 这个是冻住的 冻住以后感觉那个抹茶味更加浓郁了 冻住以后感觉那个抹茶味更加浓郁了 好吃 好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